阿劝 中国人真的会功夫吗 老妈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的不知道 中国人的功夫 竟然已经厉害到了如此程度 一群60多岁的老大爷 包紧在健身器材上踏空而行 而且空翻 旋转 更是不在华下 让身旁的一众老外 看得目瞪口袋 而其实在中国呀 不管任何职业 任何年龄 都有着遇生俱来的功夫天赋 只是 谁也没想到 这种遇藏于中华民族深属的天赋 竟然被带到的游戏 功夫起于纪理 这是一款独具功夫特色的 动作休闲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里 扮演众多知名功夫明星 体验到酣畅淋漓的 打击干与怀旧的 功夫岗篇风格 这让它收获了不少玩家的喜爱 而更为夸张的是 不少中国玩家 纷纷搭配出独具特色的 功夫流派 比如这个 一拳超人流 首先技能上 我们搭配增加重拳的秘籍 然后利用风骚的走位 吸引仇恨 将敌人聚集到一起 最后找一个地形边缘 只需蓄力一拳 编分成功将敌人秒杀 除了化身一拳超人 还能使用双截棍 霸王枪等 只有中华特色的武器 动作斧头棒挑战全世界 成为最强王者 所以年轻人 敢不敢来这款游戏里 和阿圈我比划比划